位于拉萨老城区的八阔街是西藏自治区的历史文化名街 日前 原先八阔街的3031家露天摊位全部搬入新建成的八阔商城 藏 汉 回等各族商贩不仅正式告别了风吹雨淋日投晒做生意的日子 还令广大信教群众的转经朝佛环境也变得更加干净纯粹 得益于去年12月正式启动的拉萨市老城区保护工程 困扰老城区居民生产生活的给排水改造 电力线路改造 管线综合改造 消防安全隐患等十项问题随之化解 这不仅美化了老城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改善生活品质 还改善了原先八阔街里露天摊位的经营环境 进一步拓宽了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通道 八阔商城以特色旅游商品销售 流通 展示为主 作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环绕大昭寺的八阔街是拉萨老城区的核心地带 也是藏传佛教信众心中的传经圣道 下一步 拉萨市将努力把老城区打造成居民群众生活地 信教群众朝佛地 高端旅游地 届时 历史文化名街八阔街 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 以及老城区范围内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大院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八阔商城未来也将成为游客的购物天堂 推动拉萨国际旅游城市的建设进程 好 好 感谢观看